曲名唉延似 commun If You Only 大家好,我是草莓wu 大家在裡是深愛香港 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的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喂... Naras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8日 胡蘇 胡蘇真嘛 今天要講的是華底 曾俊華 話說最近不是堂堂 堂堂說內循環等於內出血 那些財爺通常都會有話說的 退休之後 只有梁錦松 少些話說 偷步買車的時候 唐英年的時候就牙刷刷 說自己在那時候 不知道什麼叫財赤 也就是說阿貓波現在搞那麼多 都還要財赤的時候是很無能的 在那嘲笑他 作為另一個 也叫做他對自己公職 是有自信的 這個華底也走出來 用這個蹲波幾句 不過呢 今回他說的 因為最近DSE完畢 可能有些狀元 各樣那些 但是大幅縮減 大幅縮減之餘 華底他都說了 躺平非壞事 DSE沒有存在價值 那又不可以因為狀元的數目大減 那你就說他沒有存在價值 對於內地生來講 有他的存在價值 你用DSE去搏去北大清華復旦呢 是容易過你在內地那裡競逐的 他內地那個高考 雖然沒有香港那麼嚴謹的 我經常都覺得 但是始終14億人在那裡競爭 如果按照他那些 雖然是發水麵包來的 那些人數喝他說 但是始終都有競爭的嘛 那結果 香港那條呢 就變成了好像特別優先隊 那樣 現在小孔書經常都教你的 走到來香港 考了DSE 都不用走到香港 你只要是住近香港 即是北邊那些大灣區各樣 就可以插隊 扣過DSE取得內地的讀書資格 那個門檻呢 又低過去內地那條Curve的 那拉一拉Curve的時候 如果他都想著內地發展 那幫香港不用殺那麼多校 走過來這頭 我說大學啊 不是中學啊 你現在殺校都是殺小學中學嘛 那些大學生還沒畢業 雖然都少了10%的了 那剩下的90%可能想著先讀 我不知道 話說錢財師啊 這個簡社 錢財政司司長 錢財師 Money Master 錢財師說什麼呢 胡蘇貞 胡蘇就說 他在中文大學的崇基那裡 開心啊去中文大學 有傾有講 周會的時候 他四大書院 現在很多大的了 他到處插旗插到不知哪裡 有邀請到他走過去講話 他有時可能去崇基那裡打劍 不知道了 就回應學生有關從政 財政 明日待遇 教育制度 參選特首 曾經 他現在未必說玩的 下屆不清楚了 等等的問題 那他突然間就講到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是有躺平 但是就不是壞事 無端端 怎麼說人家躺平呢 你GPA 沒有得躺平的 雖然你讀完了 國際都不認可 因為這些是共產學位 不過這些都是未來的事 但是他就說了 年輕人躺平呢 又不是壞事 還有也不相信 個個都躺平 他就是說躺平就有利 總會有人不躺平的 他遇到的年輕人 即是他那些 就屬於不躺平那些 就很有創意去做些事 或者改變社會上面的不公義 還有DSE沒有存在的價值 整個教育系統要徹底改革 雖然他又沒有說哪部分 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莫非就是公民教育科 即是他最近搞出來的那些 那因為呢 學生法文環節裏面 就問到他了 對於隨心所欲和躺平的看法 因為目前時下的年輕人 Z世代之後 Z之後沒事的 AA世代 AABAC 現在那些通常都是自由主義 隨心所欲 那到底隨心所欲 就好像是nice的term 其實他等於躺平 那話說歷史上有個朝代 都是這樣的 那個就是竹林七言 晉朝時候 因為那時候 社會充滿著不公 很迷失 於是黃老之道就大行其道 竹林七言 尤康 劉寧 等等那些 那錢財師就說到了 當時做司長的時候 前立會李卓仁就說他很客氣 其後又有很多人說到了 曾俊華的人是怎樣呢 如果他有辦法坐就不會站起來 有辦法躺下就不會坐起來 就是有得懶就懶了 那我想他想搞一下GAT了 他又說了 不相信年輕人個個都躺平 因為遇到的年輕人呢 就很有創意 還有去改變社會上面的不公義 還有啦 部分年輕人躺平的話也都不是壞事 就是兩邊都說了 你喜歡隨心所欲又隨心所欲 躺平又躺平 躺平又躺平的好 他自己都躺平 那意思可能是這樣 那但是他還見到很多有心的人 那他講到之前呢 可能自己參選特首各樣都是隨意 所以就講隨心所欲 那他講到很享受每一刻 就好像現在和各位大學生分享的時候都很享受啊 他就說了 去到三四十歲的時候其實都不知自己想做什麼 那怎麼叫個小學生去知自己做什麼呢 他幾十歲這麼有人生經驗的時候 就是糊塗糊塗那樣 那他又講到任內怎樣處理反對聲音的 他就說了 要聆聽和理解 就不是左以入右以出 如果覺得對的就改 不對的就不要理他 那我不好意思這樣講一句啦 對於胡蘇的答法來講呢 他的這堆答案呢 如果我做人事部第一個解僱他 基本上就是無靈兩可的 那還有人到這個年紀了 那講些東西都非常之模糊 之不過呢 他都還有少少的意見啦 認為教育制度需要改革 那但是從哪個方向去改革呢 又沒有講到的 我覺得他去中文大學那裡呢 去出席這個州會 基本上都是想探人 喝下茶 開車進去 享受下中產的生活 只不過呢 透露了少少的看法 就是DSE沒有存在價值 這件事 他覺得現在的教育不行 因為又搞些內地交流團 又公民教育科 各樣那堆東西 以往critical thinking 那一套 好的又講 不好的又講 例如習近平放屁 你說可能臭的 那是給你出的 現在就不是啦 習近平的屁是香的 只有這個官方式的答案 而華底就扣露出 他自己是 不是很妥這種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的 他這些中產那些呢 說大哥你都被臭傷他的嘛 那怎麼都不可以說香的 始終有讀書人的矜持 他自己都貴為一個中產 他說自己中產嘛 那時候幾十萬一個月 其實屬於富豪級別的啦 老實講 但是始終啊 學生們呢 對於他來講 可能期望太高啦 其實他 就不值得你的期望的 都已經沒事人一般 不過既然你問到了 他又講一下政治上的看法啦 那時候陪下跑那意思 但是說得出很好的一句就是 林鄭啊 絕對是梁振英2.0 那這個好重啊 其實很簡單 沒有那樣搞那樣 而華底呢 就傾向什麼都不搞那些來的 也所以他沒有Q可能做到 這個位 為什麼啊 你什麼Q都不搞 人家怎麼掠水啊 不掠水 又哪有錢啊 那所以曾俊華是屬於 不受歡迎的人物 你可以說他上來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那麼多那些項目啦 那但是他任內都批了這個高鐵 在那左支右撤牙 都要擠些錢出來 那時候是他這樣做的 這個是他的一大劣跡 但是始終他省回啊 蹲波那些呢 無Q啦啦 派錢啊 都要查三世書 即是他省了那筆成本咯 省來田明日大禹 是吧 Anyway 明日大禹不說著 說回曾俊華的看法 財政光變了 曾俊華就拿回本基本法來講 他就說了 政府財政上呢 是要量入為出 支出不可以多於收入 他擔任十年時間 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啊 每年都有錢證 其實就是諷刺蹲波咯 今時今日你有沒有錢證呢 黑錢有你份 是吧 好了到自己剛剛離開政府的時候呢 曬命啊 財政儲備超過一萬億了 那然後單單打打 他就說到 那現在呢 本屆政府現在有多少 我就不知道啦 應該就少很多的 這個是說風兩說話啦 那台下就一片散笑聲 笑Q這個政府的 因為沒有用的嘛 你蹲波還要找隻喪屍 是不是啊 走過來沒有 出師不利啊 這些真是叫 那但是他始終都是內情人物 就透露了一個玄機 他就說了 現界的政府其實是用了很多 他以前存下來的 當時他又存了很多個未來基金 又這個基金那個基金這樣 那但是他又提到了 就是透露了現界政府 動用到的一些 算不算黑錢啊 他就說了 未來還未到喔 但是呢 現界政府就用了很多 相當多的未來基金 所以其實未來還未到 似乎都要顧慮一下 簡單說你先花未來錢 那至於消費券 和明日大禹呢 他又認為 消費券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啊 那變相踢爆了這個李家超政權 當時說到消費券可以振興經濟呢 基本上是一派胡言 胡言亂語 甚至乎可以說是欺君網上 基本上就是憂習近平一物 派完消費券了 沒有些的喜悉 那當然啦 五千元 分幾期派 那些人撈完 可以做些什麼啊 大佬買菜都不在這裡啦 這些叫消費券嗎 這些叫生存券 不要改到這麼好聽 那由於這些都是現實的說話 即是都叫老實啦 Honeless 同親Honeless的說話 那些學生就會笑的啦 啊 那第一個幾好的周會啦 大家笑一下 這樣又過一天啦 笑Q這個特需政府 胡言亂禁洗錢 先洗未來錢 洗腳不抹腳 啊 就沒有阿華底當日那樣啦 華底當日就 逐筆逐筆地 啊 儲起那些 好好的他自己 那華底又說到啦 我都不太了解 現界政府很多的想法 就是因為他講完這些尖酸黑薄的說話呢 又要兜一兜的嘛 其實 是啦 可能他們有紅塗大計啦 是吧 只不過是越來越多人黑食 越來越多人不夠飯吃 越來越多殺口 甚至乎商界啊 都有微言 包括這個永清sir走出來 就說香港沒有牛市的啦 那些樓市 又有這個不審之心在那裡說 你如果遲開車跟你死的啊 那些居民 所有的東西 特區的施政 都是民不聊生的 主名日大禹他就說啦 太遙遠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實行的啊 這裏當然也是笑Q他啦 一直都指紋樓梯響 又沒有預算各樣 那還有 你會不會是滑餅充機啊 他又說到了 現在都是說的而已 如果你說要做啊 真是十幾二十年後的事啦 但是你就說 現在要做一件事 又要現在找數喔 找不到的 如果要找呢 就是你們啦 就是他指著台下 那些年輕人 那是呀 逐隻逐隻 嘩大哥 追你數喔 但是反而台下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中大學生呢 那個腦筋是不是有問題啊 竟然再傳出笑聲 啊他們怎麼笑得下啊 日子找不到明日泰宇那條數 找他們來找的啊 要藍牢女雞的啊 這樣都笑得下啊 我又不是很明白 還是他覺得他是僥倖的 那個不用找數啊 又還是覺得 啊華迪說的東西 多麼優密 老實說啊 他不用找啊 他退了休的了啊 他又沒有人工修的啊 他真的不用找的啊 所以你是不明白的 不用交稅那個 那開開心心在這裏說啊 要交稅那幫 反而傳出笑聲 莫非這個世界真是 越窮越見鬼 很多的思想上的亂流 那華迪又說到了 其實呢 明日大禹這件事 這個是反田海的華迪啊 有另一個是田海華 那華迪就說到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要實行的 可能純粹是政治上的說話 是不是真的要做啊 還是政治出來說些東西的 I don't know 那他沒有那樣搞那樣 為什麼政治上要說 要搞明日大禹呢 我又不明白 好打一點的 不過 他又醒你一條條 那話說 DSE呢 他又覺得現在中學畢業生 和大學學位呢 數量差別不大 他又介紹了 他是美國畢業的嘛 他以美國為例 現時美國的大學呢 很多就不沿用那些SAT考試 即是那些公開試啊 做篩選學生的機制的 而是看一下那個 學校那些評語各樣是怎樣 他是覺得這樣比較公平的 就是要看表現 就不是一試定生死啊 相反啦 香港呢 就要你變成考試機器 學生就很少接觸其他的知識 所以他認為 現在那些中學呢 就應該做些基本性的改變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不要太側重在一個考試裏面 那醒你的招數就是 他說啦 如果你移民啦 你懂得水電的話呢 就容易些找工 到底是不是呢 就一般的啦 因為你那個牌 接過去的時候 未必一樣的 你說自己懂得做的嘛 人家要認可你懂得做才行的嘛 而如果你私人接工程呢 你要買保險咯 那所以很多其實是要由低做起的 但不要緊要 未來就在下一代那裡 很多走到過來 可能真的由低做起的 他們接受了這件事了 生活質素提高了 但是工呢 就有點窄 但是就慢慢處理啦 這些事情 不過不要說外國的生活情況先 因為這裏 有學生就 問了華迪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跟著他又耍太極了 是啊 曾俊華耍太極的 你知道嗎 學生就追問 很多政府高官那些子女 不知道華迪有沒有 去到這個外國讀書 就不是跟隨DSE 那些高官 楊潤雄那些 譚耀宗那些 心底裡面 是不是不喜歡香港教育制度 還有DSE是否沒有存在價值 他又不說前面那些 因為在潤高官 你不要讓他踏踏才行 他只是回答你後面 好啦 不過好像認可了前提那樣 是 沒錯 你說得對 DSE沒有存在價值 他不是這樣回應 他是這樣說的 經歷疫情之後 所有人都可以利用ZOOM 進行教學 所以每間大學 其實可以錄取無限多的學生 而愛國大學 甚至乎有免費的網上影片課程 全球任何人都可以讀的 香港可以用這個模式 讓不同的人 不止是年輕人 甚至是做工那些 都可以這樣做 每日小小的 每次上可能兩三個小時 或者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學一件事 相信會有很大的改變 有些什麼改變 他們的飯碗的改變 張昌怎麼買寶馬 如果學他那個方法 所以這件事是針對著那些 大學教職員 大學校長那些 對平民百姓當然可能是好 你不用學費 所以他捉重的 那間大學崇基那裡 周會 請了曾俊華來 怎料曾俊華 原來打爛他們飯碗 但是都是to be honest 對年輕人表露出自己的看法 曾俊華又講到了 研究就顯示 未來可能兩成幾三成的工作是會消失 不過又會產生新的職位 人是需要新的技能 怎樣可以 保持得到 一直都有 可以追得上 時代的知識呢 他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只不過他提到了 Check GPT突然出現 令到很多事情都改變 那所以 他再講多一句 DSE是不應該存在 教育系統是要徹底改革 由幼稚園開始去到大學 都是要改革的 至於很多人移民英國呢 他就說了 如果移民的人 懂得做水電各樣呢 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可能會更大 什麼才重要呢 每個時代不同 那最後他就 講一個笑話啦 胡蘇 當時他參選特首時候 太太這個真王連華 傷枉白蓮蓉 那跟他說 參選特首的話 那些不好的東西 會被人挖出來的 他是不是在講堂堂那些 堂堂V2 那跟林鄭在這裏 跑當其事 那他就指了 沒有什麼不好的東西挖出來 那所以其實呢 他就說了 經常對太太說 那麼多年來 你都沒有騙過我 其實 其實他太太不是這樣的意思 叫他不要搞這些事情 不是搞到身敗名列各樣 但是胡蘇就覺得自己是行得正 站得正 所以出來 也都真的沒有什麼醜聞 那些安心事件那些 那這個變相幫自己宣傳 對呀 那些不好的東西挖出來的就是這樣 可能說他懶了 沒有作為的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可以說的 那其實是因為中聯版當時 已經有徹底的把握 數到票了 如果不是 就會好像 涼堂鬥那樣的 但anyway 今次的周會 都ok的 台下一眾學生也是 予以發燒 還有給掌聲 那前兩個才爺呢 都對阿摩波呢 表達出自己的不滿的了 唐英年呢 就說得遠轉一點 在我那時候啊 都不知道什麼是赤字啊 不過又串一點 因為人家公子哥兒啊 阿華底呢 就是屬於中產 那說話呢 就沒有那麼串的 模糊一點 欸我也不知道他想什麼的 即是他可能表達自己的無知啦 中間就暗串一兩句 單單打打這樣 至於他說到躺平非壞事啊 那又對阿 現在基本上是讀屎片的啦 DSE那些 給那些什麼 公民教育科各樣啊 無缺啦啦 坐幾十個小時 坐車上去 不知道看什麼 所以未來其實 都是啦 閣下又不用那麼 即是如果 那些子女在香港讀書 那就應該放鬆些 即是你喜歡讀到怎樣就怎樣 將來的事將來才算 即是科科零雞包 無所謂 人家錢財爺啊 這麼高學歷都跟你說了 那些東西 那就休息一下吧 是不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 那些東西 都